7.GANK 對 但是 我看看往中路這邊是有一個GANK的機會 但是Ambition已經蹲在右半部了 對 這個時候的一個 碰撞 應該是 閃遍送Galas會取得一定的一個優勢 Ambition已經上六了 瑪強這邊才四等 這邊往後拉 不過瑪塔跟上 有沒有機會 一路連上去 我們的一個蓄勵 一路跟 一路跟交出了閃遷 我沒有 他算是找綁了一些這邊的大絕傷害非常高 那這邊已經被虛弱到了 小虎這邊看起來有點危險 往後拉掉 可可JJ在一路一路跟上 最後是我們的礦拿到了手殺 這小虎算 歐拉夫的大絕時間算得不太準 看看這條小龍能不能做 好看起來是也做起來 雖然說有對方在對方眼皮底下 看起來自己是有一定的優勢 直接上 他想過在旁邊看著 看著看著 你想幹嘛衝過來兩邊要來搶 水龍的血量剩下1000 守方消耗了一下 被迫逼走 還是被秒掉 對 剛剛就講了 其實你這個裝備是沒有辦法跟對方有任何的抗衡的 那這邊LUPER的位置也非常危險 有點尷尬 這邊一個時間直接被暈在這邊 上面的灰彈也已經開啟 好 這邊路人往後拉掉 這一個等級值班丟的算是相當不錯 但是LUPER是已經被擊殺了 哇 除非這個傳送下來是順利收到兩個人頭 對 那MATHA這邊也被擊殺 我覺得LUPER真的是為了團隊盡心盡力喔 自己都快死了 把等級值班丟在會戰的一個點位 小魯這邊再一次被抓住 雖然握住了 對手但是沒有辦法 也打不贏這個艾克阿 然後反而是上路這邊有個4打4的機會 花神聳就有機會直接把這個塔拿掉 對 我們看到這邊 我們往上站在綁到直接秒掉 哇 這 對 然後下路也守不住 對 在下面也 下面塔也掉了上面 被擊殺之後塔應該也是要掉了 直線 現在這個小魯他也沒有辦法做任何事情 因為以一隻MATHA來說 他需要來到9等 然後拿到一定量的裝備 他才有辦法 輕鬆地把這個兵器洗出去 哇 現在又入侵了 對 目前看起來他會在裡面 他握誰感覺也都不太好握 然後扣了直接在那邊被抓到 沒有問題 這位置就稍微有一點尷尬了 有一點尷尬 他把他可能 那重新再回到了線上 我們看到OAV在下面 隨時準備可以進場 這邊直接壓上來後面 傳動點開Ruler的位置有點尷尬 直接被UZI的一個大絕 掃死扣了這邊 最後綁住大絕綁住一個對手 但是沒有辦法 我覺得這邊的話就算是RNG 應該說是SSG 他一個比較大的失落 這個立場加這個夾子 完全RNG沒有辦法進去 RNG直接進來 RNG直接往後拉掉一個大絕 塞在裡面 RNG被空在中間 MH側邊進場 這邊KUBEI也傳送進來了 對 KUBEI這邊進來 有沒有機會 小武隊旁邊直接 哇 距離還沒有到 直接被混沌泡泡打死 對 這邊的話 裝備真的落差非常大 哇 被綁到了 綁到原來沒有辦法 這樣的話中塔也會直接陷入 而且上路的兵線還有優勢 他們可以很輕鬆的 再把人員一兩個人調到上路 會變成他們一個是打我 對 果然我們看到KUBEI這邊是往下走囉 那現在在上面的一個對方 洪修直接追了小武一陣猛打 但是MH側這邊進來 我們看到MH側也從後面跟了上來 必須被迫走到混沌泡到上面 之後那這邊已經直接來到了巴龍區 在MH側已經死亡的一個情況底下 沒有問題 直接搶巴龍 要看看這個烏斯里的大絕技 能不能命中 這邊刷出來 來來來 有點 有點準 剛剛下野是非常忙碌 MH側在那邊一路往裡面推 看起來中間要一開一波 MH側打開之後 扣在前面 但是MH側的話 直接轉融化了小虎 那後面等於一直飛彈馬拉翔過 血量也非常易 在後面也直接死亡 對 而且KUBEI非常坦喔 坦出這個傷害 都凱德琳在一下的普攻 配上狙擊 哇 MH側在那邊一路衝 給我們看到 他們已經直接刷 全部人都死光了 在這邊第六頭子 差一咪咪把 又在收掉 直接他一個人還活著 但是應該也沒有辦法 守住外面的 外面可愛的冰銀 跟我們的一個冰銀塔了 這邊他看得出來 KRONG拿到維克特 真的是不太同的一個人喔 這場遊戲 在24分鐘 應該是差不多要結束了 對 有 有點 剛剛的那一個融化 完全是感受不到小虎的一個存在感 哇 這邊的話 在23分鐘 應該是這一次的一個比賽裡面 最短的時間了 這非常快的速度 是 在什麼時候 太多了 它是 這個 老狗 也在那裡 就是 那邊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